講起來還滿丟臉 因為我們的前法務部長 本來是現任的 國安會諮詢委員邱泰山 被高檢署他過去的部下 認定邱泰山向前檢察長 彭坤葉關說 民意逃落稅5億元的逃稅案 結果邱泰山 自己發了一個聲明說 調查報告的事實認定錯誤 本人以於今晚 向總統報告全案來由 一向總統表達 本人願意辭職 願意與相關當事人對職 願意接受相關機關的調查 表示確實有這樣的一個案子 只是他認為 人家的事實認定錯誤而已 總統府的發言人黃崇諺 說總統尊重邱泰山之委的決定 也支持他捍衛清白的動作 民進黨立委林靖怡講得更妙 他說政治人物認為 自己只是問一下 但人家覺得不是只是關心 這有什麼意思 就表示說他去 他做了一個很像關說的動作 可是他的意思不是關說 是這樣的意思嗎 然後史戴利昂立委黃國昌說 基層檢察官每天報竿 工作實踐司法正義 沒想到最大顆的老鼠屎 竟是前法務部長 黃國昌說認定 邱泰山就是個老鼠屎 如果這個案子證實的話 那這真的是非常丟臉的一個行徑 但是更詭異的就是 我們的NCC主委 詹庭怡傳出背請辭這樣一個訊息 為什麼會說他背請辭呢 因為4月2號的下午1點19分的時候 當時就有報的電子報就報導說 權威報導好不好 自有電子報 對 傳出說NCC主委 詹庭怡請辭 結果1點半的時候 記者就趕快打電話問詹庭怡 詹庭還說這是傳言吧 你應該為他們消息來源是哪裡 所以詹庭怡可能還不知道 詹庭怡可能自己都不知道這件事 可是到了5點11分的時候 NCC居然附上詹庭怡的臉書 證實他請辭了 他到底是自己想要辭職嗎 因為看起來1點半的時候 他還沒有打算要辭職的意思 可是到5點11分的時候 他就已經自己突然要請辭 這不是很怪的一件事情嗎 結果後來更傳出來 早上3月19號的時候 就有16位綠營的這些立委 連署說 詹庭怡的假消息現象自理無方 認為他失職 要求下台 立法院可以叫一個獨立機關 NCC主委下台嗎 連署叫他下台 對 這個非常非常詭異的一件事情 當然這個案子後來沒有送出來 因為只有16個人連署 那行政院發言人 Kolas Yotaka講得更妙 好 詹庭怡不是被請辭 任何一個人當NCC主委 都要承受執政和在野不同的壓力 這什麼意思 他不是被請辭 可是要去承受這些壓力 而且他獨立機關的話 執政黨為什麼要給他壓力 你不可以給他壓力才對 所以這整件事情看起來 就是詹庭怡 詹庭怡受到壓力 最後被迫請辭了 兩個就是請辭案 其實都跟現在目前的社會氛圍 還有民進黨內的總統初選 有某種程度的關係 刀刀見骨 有人還跟維安講說 不要講刀刀見骨 聽起來很血腥 他不是真的拿刀去砍 可是在政治上的攻防 比拿刀砍還要血腥 這次割喉割刀斷的對象是誰 對 這次割喉割刀斷的對象 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出來 只是剛開始 觀眾朋友 我現在先跟大家講 我的判斷 這只是剛開始 因為在4月24號 民進黨決定到底是誰 成為總統參選之前 所有的大招 絕招跟狠招 都還會再出來 他會讓民進黨內風聲鶴唳 然後大家會各自的去看到 原來有些人手上 有這麼多的武器跟這麼多的資料 在湖面以上是風平浪靜 可是在湖面以下 這個基本上都已經是浪淘洶湧 即將要來 兩個禮拜 血流成河了 未來兩個禮拜 剛剛在講這幾個案子 其實我對NCC主委的這個事情 剛剛主持人還有韓明哥 已經都講了 他基本上看起來 以我這樣子來看 這個發展的過程 包含他並沒有出席 上次的中天NCC的記者會 他並沒有親自的來主持等等 都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主委他被民進黨的立委 所連署所謂的319事件 我們這邊有圖 我這裡有放大的 到底他們以什麼理由 要聯署叫他下台 大家看一下就是說一個NCC 你今天講包含中選會 中選會跟NCC在民進黨 現在目前看起來 他們是不是認為 應該是為我執政黨服務的單位 其實就這個問題 現在民進黨是不是認為 像中選會 像NCC國家傳播委員會 他應該是幫政府來服務的 還是應該是獨立超然的 這個聯署的這個書 這個裡面有他的暗遊 我跟裡面的連署委員 這個這樣比較小 我把它放大 大家看一下 他這裡面特別提案 這個是邱志偉提案的319事件 2019年的3月19號 在立法院就提出來了 我把紅色圈起來 為什麼認為詹廷儀不是任 詹廷儀不是任 他說檢視詹廷儀主委任內 常常以避免侵害言論自由為理由 到這裡其實我就想要打句點 就是以避免侵害言論自由為理由 所以提案的委員 跟連署贊成的委員 他們認為言論自由不可以是理由 他們認為其實 不可以拿這個當藉口 對 你就是要去做 即使他有可能侵害言論自由 你沒有做到你該做的 所以第一句就 我特別把他用紅線畫起來 常以避免侵害言論自由為理由 掩蓋程序拖延 管制不章之事實 管制 他是希望要有效的管制 然後這個管制的過程 即使他有可能侵害到言論自由 也應該執行 放任假消息 誤導視聽 妨礙公共討論 讓台灣媒體環境惡化至 無以復加的禁定 社會造成對立加劇 使其他政府機關 為了澄清假消息而疲於奔命 虛耗行政能量 民眾怨聲載道 政府存在 旨在解決問題 應該勇於認識 不應該以冠冕堂皇的自由的理由 致命清高 失位素餐 以維護言論自由之名 然後行放縱破壞之史 第二次言論自由 有兩個認為說 這個主委他一直強調 太捍衛言論自由了 所以不肯去做媒體管制 簡單講 就是看完了這個聯署主席以後 得到的結論就是這個NCC主委 他以言論自由為理由 不願意進行媒體的管制 所以我們要換掉他 對 想到這裡之後 其實我真的覺得這樣很悲哀 媒體的言論自由是什麼 媒體的言論自由 等一下我們可能還會談到 就是有一個報紙 他可以用頭版頭告訴你 現在拔蠟大 這個目前大出 然後那個價格不好 是因為有人說要發大財 而那個農民是彰化農民 你卻說高雄市長快要換人做 然後從去年到現在可不可以 他也是一個言論自由 他抓住了他的點 他要讓他的讀者相信 現在這個現場是因為這樣 只要他的內容沒有造假 真的有一個商話農民這樣跟他講 我覺得這也無可厚非 可是他有他的編輯政策 言論自由就是 我可以不認同你講的 可是在你講的過程當中 我會去聽你說 之後我或許反駁你 我或許不接受 但是從頭到尾 你應該有講你要講話的自由 現在的這個要換掉這個NCC主委的 這些立委所提案的 這個連署書可以看得出來 包含了後來孫昌院長他所說的 這個NCC什麼都不做 然後放任事情這樣子到處的惡化 所以要把它換掉 所以這個壓力是非常明顯的 所以我覺得以現在的狀況來講的話 以過去你看至少在 我主要跑政治新聞的那段期間 有阿扁當總統 有馬英九當總統 阿扁曾經也有講過 在阿扁時期的時候 是 阿扁有講一套 下面的警政院長謝翔廷 有做一套就是 寧可不要政府也要媒體 然後這個姚文是新聞局長 就把一個台給關掉了 馬英九時期的時候 是有很多的媒體 其實對他也是不是太友善 但至少沒有看到 明確的對媒體出手 我要管制你 或者是我要用什麼方式讓你屈服 所以其實言論自由 它基本上是台灣的其中一個價值 不是只有一個價值 它其中一個價值 以這一次的NCC的主委 他去職 你說他自己覺得 這張信任務完成也好 委員有這樣子的一個提案 連署 然後也有行政院長的批評 我覺得其實NCC主委不好當 就是說他目前在現在的狀況之下 要成為一個獨立超然 而且不受控制的機關的可能性 看起來是非常的困難 鄭保欣有找我們國民黨的立委 一起來連署 他說顯然你們國民黨 對於NCC的主委也非常的不滿意 我們就說我們即使再不滿意 理由也跟你們不一樣好不好 而且更何況 立法院怎麼可以用一個臨時提案 來換掉一個獨立機關的主委 這完全是與法不合嗎 我們如果簽了 我們不是證明我們自己對法 都完全不了解嗎 我覺得這16個立委 是不是應該好好的思考一下 你簽名在上面 是否會讓人家懷疑 你自己對於法令的條文的 這樣的一個約之力 有沒有充分的一個理解 我真的必須要說 行政院他必須 你看看我們現在獨立機關 中選會 促轉會 還有什麼黨產會 加上一個NCC 四個獨立機關的獨立性質 已經完全沒有了 所以說我真的是建議 民進黨應該把我們這個 行政院的組織基準法 把獨立兩個字全部去掉 因為目前為止只剩下了 非安會跟公平會 這兩個還維持所謂的獨立的 剩下部分已經完全沒有獨立了 所以我們來說 執政黨目前為止 轉型的正義不正義 然後獨立機關不獨立 你看說NCC這個部分 之前我們說他是張希希 今天在詹庭怡去職之後 應該可以變成綠希希了 全部都綠化了 而且我也贊同 韋翰剛剛所提到的 這個已經開始展開 他們整個選舉的一個步驟 從詹庭怡開始 過去大家批評他的時候 他其實某種程度 還捍衛告訴大家說 他不會因為新聞的內容 來做一個開罰 可是上一次罰的中天 100萬 還有兩個機構 罰了100萬的時候 是根據什麼 不就是新聞內容嗎 不是就根據內容嗎 所以他當初沒有出席 這樣的一個記者會 由他的副主委來站出來 做一個澄清的時候 其實多少已經可以看出 他自己的一個立場 已經開始受到嚴重的一個霸凌了 然後再加上把這樣的一個 臨時提案做曝光 我告訴你民進黨要粘停一下台 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了 從選舉之前 他們對於NCC完全 對於他們所謂的假新聞 我必須要說假新聞 是民進黨認定的假新聞 他對於這個影響 他們選情的假新聞 不做任何的作為的時候 已經對他非常非常不滿了 這個臨時提案 只是最後把它注注於文字 之前已經很多人在講了 而且他們也不斷希望說 終於可以有個藍綠合作好不好 我們就藍綠合作 把你們也不喜歡的行政機關的 這個所謂的主腦 全部來趕下台 所以我才講 我們如果真的去簽了 我們不就中了他的記 而且我也不認為 暫停一到目前為止 他有必要 或許他很多的決斷力 在很多知識的判斷上面 因為獨立機關 他是不應該受任何黨派 政治的也影響 可是從過去到現在 我們對他的一些的作為 其實也有一些的批判 但是再怎麼批判 我們也不認為需要訴諸一個 臨時提案來讓他下台 因為我們尊重 他是一個獨立機關 但是你看蘇院長 你必須要說 他在第一任當行政院長之前 大家注意 行政院長第一次當的時候 他就曾經對NCC開砲過 所以那時候 TPBS為了報一些的新聞 他就已經對他 非常非常的感冒了 他再一次的擔任院長的時候 還是對NCC有所批判 而且這個批判完之後 16天之後 詹提議就已經被請辭了 從前因後果來看 還有感到民進黨委員 對他不斷的一個不滿 我個人認為 他已經承受極度的一個壓力了 最後告訴大家說 他要回到產業界 他不過前天台下說 他要奮戰到尾 怎麼一天之內 就要變成產業界了 所以這樣一個說詞 是完全是不通的 我只能說 整個的選舉的這個作戰 策略已經開始了 開始的部分裡面 就開始先把這些人力就定位 如果這些所謂的獨立機關 他們所謂的人 都沒有辦法來符合 他們的需求跟目標的話 那就用不同的方法 讓他被辭職或是被下台 或是等等的一個方式 這是對於NCC 我們覺得一個獨立機關 被凌略到這個地方 我覺得詹提議 如果你夠有GOTS的話 你應該想辦法 或者找機會 來把它呈現出來 這才是符合你的風格 最後我要提到這個邱泰山 說實在的 邱泰山 不管他的這個專業到底是如何 我只能說皇后的爭吵不容被挑戰 當你是一個司法的 一個所謂前部長 然後你負責我們的 所謂的司法改革 當全台灣對司法 都完全沒有任何的公信 都完全沒有任何的信任 特別是陳水扁的 這個對中間不斷的挑戰的時候 你還搞出這樣的一個烏龍 我覺得這只能顯示出 台灣上上下下 對於你們這些真的執法的人 他們一個所謂的 不管是人格或是做法的一個質疑 可以說是民進黨政府 他必須要好好去檢視 好好去做一些修正跟改進的